理想照耀中国第16集 在《暴风眼》里饰演杨幂、张彬彬上次的戏骨是精明 这一集里扮演雷金玉的爷爷 一开头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赵丽颖出场 惊艳观众 一片弹幕赞美声音 2月2是奢足的新年日子 大家围着火焰欢快地跳着 但是气氛还是有些冷清 赵丽颖一直脸上没有笑容 因为她和爷爷、村长都发现 村里年轻人少了 为数不多的几个年轻人还对她提出要求 几岁的孩子都希望出去打工 这个新年 赵丽颖开心不起来 尽管村长被几个小孩捉弄 屁股后面用绳子拖了一串鞭炮 劈劈啪啪的响声响彻夜空 赵丽颖还是开心不起来 赵丽颖饰演的雷金玉 了解到村里留不住老师 学生无法上课 年轻人都去打工了 她很少说话 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两位老人化妆脸上 沧桑感很强 但是赵丽颖饰演的雷金玉没有刻意化妆 符合人物常年在城里打工的身份 内敛淳朴的赵丽颖 想回到农村做一些事 但是爷爷坚决不答应 村上条件太艰苦 他不想孙女吃这个苦头 刘薇饰演的村长一直盼望他回来 这一段交代了赵丽颖饰演的主人公一些成长经历 是爷爷把他一手带大 读书上大学 后来在厦门工作 父母角色的长期缺失反映在雷金玉身上 就是几分内敛沉重 不喜言语 而且阳光昭气感不足 这个角色赵丽颖拿捏很准的 成熟内敛稳重 紧接着四个特别小的孩子逃离村庄 去城里打工 大人们一起追逐 赵丽颖骑着自行车和村长一起追赶 村长追赶上孩子 被狠狠地踹一脚 这一细节反映出孩子逃离的强烈愿望 为雷金玉决定留下来做一个衬托 赵丽颖骑着自行车 上衣扎在裤子里 这一着装 体现出她饰演的雷金玉 是一个干练的女孩 孩子们疯狂逃离 一女孩摔倒哭着说 我想找妈妈 看看赵丽颖的表情 她的眼神里满是爱恋与心疼 有几分触痛内心沉重的表情 她感同身受 毕竟剧中的她和这个孩子一样 也努力寻找过妈妈 从这个细节来看 赵丽颖对雷金玉这个人物 理解很深刻 对孩子的爱恋要体现出来 也要把触痛自己内在的情感 表现出来 夜晚 爷爷为她包扎擦伤 她给爷爷提出回到农村的想法 但是爷爷还是拒绝了 平淡的一场戏 但是经过戏骨与赵丽颖演绎 就多了几分情志 赵丽颖侧颜思考的情状 爷爷的目光 让这场戏有了饱满感 她的眼神里 饱藏情感与心事 她还是离开大城市 厦门回来了 拖着几箱行李 一句 爷爷 我回来了 这一幕感动了很多观众 放弃特别优越的条件 回到穷乡僻壤 真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事情 就是因为对这份土地的热爱 对这份养育自己的土地的反哺之情 这样的人 让我们心怀敬意 还有这一幕真的太暖心 漆黑的夜 明亮的一束灯光 映照着这个热心大爱的女孩 为村民忙碌一天的赵丽颖 疲惫地睡着了 黑暗中 这个灯光很明亮 本身就是隐喻无私奉献的女孩 透着门缝 爷爷深沉地凝望着她 她懂得了孙女付出的意义 后来 她拿出自己积蓄 给全村人买甘蔗苗 甘蔗制销 她无力地坐在地上 此时没有台词的赵丽颖 却感动了观众 她抛弃成中一切 拿出积蓄给村民买这苗 甘蔗制销 村民抱怨 观众为她感动委屈 可是她依然坚强 这就是心有大爱的人 最后 她和爷爷又把全村人的甘蔗买了 爷爷在昏黄的灯光下 为孙女解忧 把一个个甘蔗加工成这堂 便于储存与运输 赵丽颖前面遇到很多困难没有哭 但此时 看到爷爷的举动 她泪流满面 这最暖心的一段 看哭很多观众 大家为赵丽颖演技点赞 最后 雷金玉这个原型人物出场 一集30分钟的戏 赵丽颖完全把这个人物的细腻 内敛 隐忍 坚强 表现出来 近日 杨子出席某节目 在采访时 她表示 最近她也看了希望的田野 她认为这部剧 就像向往的生活一样 在剧情合理的基础上 细节越贴近生活 就越有代入感 当然 在剧中 让我眼前一亮的 当属赵丽颖 她角色转换到位 为角色带来了 更多的阳光与干练 可以说 这就是演员和角色之间的一次 有效共振 随后 杨子就调侃起赵丽颖了 上次我也是问她 为何会出演希望的田野雷金玉 对此 大家也是好奇 而杨子也是解释到 赵丽颖说 她很纠结 出演吧 这么多老戏骨 与他们相对比 自己还是有那么一丢丢压力 不出演吧 雷金玉这个角色 真的很适合自己 想想还是出演吧 到时用剧头换火锅也行 这回复也是让网友笑翻 当然 据和大半个娱乐圈里的实力演员 亲情加盟的理想照耀中国 相信一定会给大家 带来不同的视野与感官 也希望我们的银宝 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 更好的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